北京时间6月17日下午 2022世界女排联赛菲律宾奎松战的比赛继续进行 中国女排迎战加拿大队 最终双方激战四局 中国队3比1立刻对手 目前联赛总战绩6战5胜1负 此意中国队排出和上一场比赛完全一样的先发阵容 主公李盈盈 今夜 副公园新月 王元怨 接应公祥宇 二传手丁霞 自由人王维一 本场比赛担任场外指导的 依然是球队助理教练原制 首局开局加拿大发球连续得分 4比1领先 接下来双方交替下球 李盈盈在自己的发球轮次 帮助中国女排8比6超出 中局阶段女排姑娘们展现王口实力 双方分差被进一步拉大 在今夜发球直接得分后 中国已经18比11领先对手7分 最终原新月快球得手 中国女排25至16先拔头筹 第二局比赛双方从1平战至7平 此后加拿大连续得分 中国队用王云露换下了经验 在王云露发球出界后 加拿大12比9领先进入技术暂停 暂停回来中国女排一度破进比分 但很快又被对手将优势夺回 最终马里奥重扣得手 加拿大25比18将局分扳平 第三局比赛 中国女排开局迅速打开局面 王云露拦网得手后 姑娘们9比4领先对手 接下来原新月的拦网直接打停对手 暂停回来双方互有攻守 中国女排12比6领先来到技术暂停 中局阶段姑娘们再接再厉 双方分叉被扩大到10分以上 最终王云云快球得手 中国女排25比12赢下关键一局 第四局中国女排取得梦幻开局 6比0大幅领先的同时逼对手叫了个暂停 接下来两队交替得分 中国队始终把控着局面 在王云露攻球得手后 将分差扩大到10分以上 末局时中国女排换上杨涵玉 最终李盈莹后排攻一击命中 姑娘们25比18锁定胜局 本场比赛李盈莹拿下全场最高的20分 其中扣球17分 发球3分 龚翔宇拿到15分 王云月12分 袁新月8分 王云露7分 在前一场对比历时的比赛中 主攻李盈莹出现状态下滑 赛后接受央视记者采访时 也感觉身体状态不是很好 现在队伍会遇到一些困难嘛 然后我们个人也会有些困难 全凭女排精神在激励我们嘛 然后确实我们现在在努力地克服各种各样的困难 然后再把最好的一面展现给大家 然后争取每一场比赛的胜利 好在对加拿大这一场 李盈莹又找回了感觉 在比赛中发挥了一锤定音的作用 但是在赛后的采访中 他仍然是非常谦虚 你感觉这场比赛怎么样 我觉得我自己这边技工上可能失误有点多 然后轻球运动上还不是很熟练 然后希望后面能运动更加熟练一点吧 你感觉这一周怎么样呢 我觉得每一场比赛都有收获吧 然后通过每一场比赛总结自己的部署 然后希望在后面比赛能做得更好 能打一场进一步吧 北京时间6月18日19时 中国女排将迎战本战第三个对手 东京奥运会冠军美国队 这也将是菲律宾战最引人注目的一场较量 19日19时 中国队将与目前保持不败战绩的日本队过招 对于志在磨合新阵容 和获得更多胜技的中国女排来说 硬仗还在后头 姑娘们继续加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